HELLO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编冬 那今天7月17日的更新内容呢 在官方网站上昨天就已经有新公布了 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活动的一些细节 以及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吧 首先呢先来看一下 这一个礼拜的世界副本又要来这个大会战啦 简单来讲就是你在干掉boss之后 一定会掉落一个指定的道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列表 从这个奥曼之塔到信念之塔 以及这个遗忘之岛 还有艾斯卡洛斯这边都会掉落紫色的这个道具 所以红色的紫色的这个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古代守护者是一定会掉落金色的这个古代守护者的宝箱 好在下一个活动呢就是魔力的气息 简单来说这个就是在一般符 还有星篇障的伺服器都可以拿魔力的气息 去制作对应的这个东西 但不一样哦 一般符是对应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哦 龙珠30个 或者是战斗枪海卷10个 但是在星篇章符呢就是制作成300个龙珠 或者是强化战斗卷100个 制作这个数量需要的魔力气息大家留意一下 在下一个魔剑式的雕像 这个目前就已经有了 昨天维修之前也有 现在是有持续的一直到这个月底 再来吉尔塔斯的铜像呢 这个的话在星篇章符是没有的 其他伺服器呢就可以套用这些经验值效果 以及伤害减少的效果 好在下一个活动呢就是益次元的传送点 这个是每天都可以使用的 那你只要传送进去这个益次元传送点 就可以去干掉一堆的怪物 然后完成他的条件 这个曾经出过我们就不再特别去讲 然后再来这个益界的支配者也是类似的 反正呢就是进去炸怪打一打之后呢 就可以完成这个奖励了 好在下一个 调查距离女皇的产卵地 这个是45几张就可以进去 每一天都可以进去一次 心服救服通通都有 你只要进去这个距离女皇的产卵地 就可以完成条件 然后获得这个箱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地 其实不是那么的简单 它进去之后呢 我们从韩白来看 它是这张这个图片 那在里面它可以使用流星鱼的技能 让你去炸怪 那怪物会掉落这些道具 包括这个红便卡 伯爵安托里 或者是这个巨大的守护蚂蚁 都有机会从这边拿到 那在这里面打到这个四色币 可以算是数量非常的多 这个祝福的粉末也是一样 总之呢 这张图就是拿来打保佣的 如果说你的分身 本幅的分身 建议大家都可以进去打一打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活动 就是混沌的巨宇洞穴调查 因为这个礼拜 有开放新的这个世界副本 叫混沌的巨宇洞穴 那这个只要80几以上 你就可以进去了 所以你只要进去里面 干掉100只怪物 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奖励还不错 是龙之胜水三个 再来这一个礼拜也开放了 金字形神塔 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7月31号 大家记得参加 相关的活动方式呢 跟之前也是都一样 那大家再来看一下 官方网站的这个内容 那这一个礼拜呢 我们刚讲的 会开放新的这个世界副本 混沌的巨宇洞穴 那他这个进去的等级 是需要80级 每次进去的是 需要花20万的金币 那每一个礼拜的时间 是可以使用7个小时 他的时间是独立出来的 就是跟奥塔是不一样 所以你也可以用补充宝石 去补充他的这个副本的时间 那里面会有boss 就是混沌的巨宇女皇 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boss主要的掉落 就是像下面这些东西 那这边有一个任务 就是你只要在里面干掉 1000只怪物 就可以获得700片的叶子 这个是每一周的新任务 你只要进去里面打具有了 跟刚才那个任务是独立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礼包 第一个卖有的珍贵补给箱 这个是常态性的 就是可以看一下890 然后那个高级柴火选择箱 那你去选择下面这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 如果说你要用这个 熟练属性变工券的话 这里有50张 这边要留意一下 再来下一个巨宇女皇的 最高级柴火补给箱 这个的话2000赚给你4个 高级柴火选择箱 还有巨宇女皇的制作凭证 那这个制作凭证 可以去单独去购买 就可以拿去制作下面这些 抽卡的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数量 那另外你也可以去制作这些 就是什么什么抽卡 什么变身卡 或者是硬币箱 这边都可以 那如果说你要做 潘朵拉碎片的话 这一次也有一个凭证 就可以做8个 潘朵拉的碎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高级的柴火选择箱 里面是一个 特别的综合 抽卡包制度卷 以及三个 综合硬币的选择箱 再来下一个 拉拉的灿烂补给箱 890元 然后纯白万能药 是给你50个 然后再给你一个抽卡 这个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玩一玩 再来拉兹耳的成长药水组合包 我们看一下 这个礼拜的制作 第四周制作 如同画面上 大家自己留意一下 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那再来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你要去保底制作的话 这一些是可以保底制作的 但要是药水30个 你就可以做这个 纯白万能药 祝福圣水 那另外的话 还可以做 文量重置卷軸 英雄技能书的合成 这个是88个 另外 戴奥斯的成长药水22个 可以做 拉兹耳的特别组合包 那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 最高级的柴火选择箱 三个 还有这个特别制作书 那这个柴火选择箱 跟刚才上一个礼包 其实很类似 所以 你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 它其实就是一个礼包 小礼包 但是制作型的礼包 那再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礼拜的制作 就是礼拜六的时候 7月20这一天 你只要透过 拉兹耳的特别证书 去制作 就可以去制作下面这些东西 大家看一下 这边都是礼拜六才开放的 包括这个稀有生物卡 英雄的合成点数4点 或者是传说的2点 要留意一下材料 艾比诺的变身卡箱4个 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 那这边有机会做 潘朵拉跟阿努比斯 那另外呢 这个礼拜的制作 也还有这个EP的挑选票券卡箱 还有两个商城饰品 这两个就是商城饰品 给你保底的 那看一下 右边的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高级的 它会给你这种 保底的 这个不用去几率的 就是加7的耳环 轮提斯耳环 加6的史莱普戒指 这个都是祝福的 再来加8的皮夹克 光之皮夹克 加8的光之肩胛 还有加7的硬仓 那如果是终极的这个的话 就是给你加6的 以前要自己充码 现在都直接用这种保底的方式 让你去拿 当然价格的部分 就看大家觉得划不划算 如果说你自己一直充 都充不到这些东西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一次把它搞定 因为像这种加7耳环 它是可以转移存仓的 转移存仓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看下一个 纳热安的闪量补给箱 这个里面卖的是 9个守护石 还有最高级的 挑选抽卡包 马戏团的 那这个的话 是890元 让你去补这个守护石的 再来下一个 这个的话 就是新篇章的礼包 大家留意一下 2000传里面 给你两个 神秘的抽卡包 选择箱 还有10个 纯白万能耀 以及综合硬币箱 5个 好 这个是2000赚 新伺服器才有的 再来潘朵拉的这里 这个跟目前卖的 其实就很类似 它有300 890 299 你就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对应的东西 那这里面呢 也会有蓝赚 所以如果说你要买蓝赚的话 也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弄 那当然如果你有赚卡需求的话 也可以来找我们购买 扫描左下角的挑码 就可以来找买卡 好最后呢 就是这个Summer的成长组合包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它实际分成了 纯白守护石 祝福圣水 跟技能卡这几种 那这边的话呢 都是899 899 那你就看一下 这些资源呢 有没有你需要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去补一下 那这一个都是一般伺服器 在卖的 新篇章服是没有 所以新篇章服的玩家呢 这个礼拜 其实我们就只有一个礼包而已 成长速度还是需要大家 慢慢的去把这个等级练上去啦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一个礼拜的改版内容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觉得不错 记得帮忙按赞 订阅跟分享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